《网三论》上这一段话很重要 毁谤正法 这个罪太重了 造作一切罪业 没有超过毁谤正法的 当然他不能我说 所以毁谤正法 其他的罪他没有造 必定不得是 必 这是 肯定的语气 必定不得是 为什么 这何以言之 为什么就这样说法 他因经讲 经中讲 污吏罪人 堵阿比达地 拘受一切重罪 在阿比达地里 什么样的刑罚 他都要受 这关火里有一句 但戒经得出 这个戒 没有说中戒小戒 就是大戒 这个大戒 静了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 那这个大戒 还没有经 他出不来 就是 他在阿比达地 待多久啊 一大戒 一大戒 是我们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 一次 这个叫一大戒 那我们这个大戒 世界大了 身体的一个萤火血 沉住坏空一次 你要说时间 没法再计算 多长 人 为什么要造 这么重的罪 那么下面再讲 毁谤正法的人 他都阿比地狱 之中 那么接近 释迦牟尼佛 这个大戒经 经之中 他出不来 他转到 他方阿比地狱当中 受罪 要转多少次 如是赶转 金 贝亲阿比 大地狱 佛不记得 出世界 你要问他 什么时候出来 佛都说不出 为什么 时间太长了 没有办法 用数字 说得出来的 一 毁谤正法了 罪及中苦 这个两句话 一定要记住 那 毁谤正法 罪及中苦 堕无间地狱 没有出气 其实期限 没期限 像现在事件发现 判着重罪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到一个人死为止 死了就没有了 在大宇宙里面 死了以后 别的地方 脱身 他躲在 无间大地狱 没有地方 出身 也就像人间 无期徒刑 这个地狱坏了 一大街 地狱坏了 坏了 他转到别的地狱 还是无间地狱 这个大宇宙当中 每一个诸佛刑图 都有一个无间地狱 这样辗转去守宝 永远没有出气 你看 百千 阿比大地狱 这个数字怎么算法 所以念佛 佛也算不出来 这个罪业不能造 造的时候很容易 堕地狱就不容易出来了 为什么要造 那如果造了 怎么办 感情惨悔 佛菩萨毕竟是 非常慈悲 真正认错 后不再造 就有救了 如果不但自己不造了 还劝别人不走 你得度的时间就越来越紧了 显示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 你